南宋淳幼二年 浙江渠州长山县何家村来了一个年轻和尚 他的到来在村民何烈家掀起一场风波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何烈的侄子何德茂 他还俗回到何家 是要夺回父亲早年留给自己的那份家产 何德茂七岁父母双亡 十二岁时照顾他的爷爷去世 之后就跟着叔叔何烈一起生活 可仅仅过了两年 何德茂却到寺庙当了打杂的小和尚 当年他为什么会突然出家 十几年后还俗归来 何德茂能不能要回属于自己的家产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为您解读 大宋奇案僧人还俗争家产上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俗话说出家人呢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顿入空门的出家人 是断绝了苏家所有的联系 再也没有亲属 也不应该再有牵绊 一心礼佛诵经 求得功德圆满 可是在古代社会生活中 很多僧人是因为生活艰难 迫于无奈才出家的 而且寺院里很多僧人 实际上并不能取得僧人的合法身份 他们迫不得已 还要回到红尘中来 所以僧人还俗的事情 在宋代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僧人还俗会引发 其所在的家庭法律关系 产生一系列的变化 因此产生的纠纷也很常见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一个小和尚出家很多年之后 还俗回家 去争夺属于他的那一份家产 纯有二年 浙江渠州长山县明园寺 下来一位年轻的和尚 他看上去愁眉不展 似有无限心事 这个和尚朝着渠州一路行来 走了七十多里 到了和家村 这个年轻的僧人到和家村 既不是做法事 也不是化缘 他是要还俗 他一路寻访来到了和列家 抄门 门开了 走出来一个老年的男子 他上下打量这个和尚 不知道和尚来到家里有什么事 这个和尚向老人施礼 叫了声叔叔 老人大吃一惊 后退两步仔细端详 说 难道你是德茂回来了吗 和尚说 正是侄儿德茂 我回来了 和列的侄儿 何德茂回来了 这消息迅速在和家村传开了 村民们都过来看热闹 有人就问和尚 德茂你出家这么多年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和尚就向大家公身实礼 说我何德茂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我要还俗 回到咱们和家村居住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 这个何德茂 14岁就离开了家 出家为僧 这么多年音信皆无 今天的还俗更加的出人意料 何德茂当年是怎么出的家呢 那还得从何德茂的爷爷 何南夫说起 何南夫有三个儿子 老大叫何典 老二叫何大忠 老三就是何列 后来啊 何典和何列都结了婚 老二何大忠呢 出家为僧 后来就云游在外 死在异乡 所以何大忠这一支 就没有继承人互决了 何典生下一个男孩 就是何德茂 这个何德茂啊 是个苦命的孩子 七岁的时候 父母双亡 跟着爷爷何南夫生活 谁知道 仅仅过了五年 何南夫又去世了 何德茂就在十二岁的时候 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他最亲的人 就是他的叔叔何列了 何列当时正当壮年 是何家的顶梁路 这时候啊 何德茂就跟着叔叔何列生活 要说何家颇有家财 何德茂也十二岁了 何列应该担起 教育抚养何德茂的责任 毕竟是自己的亲子二嘛 自己又没有孩子 谁料想两年之后 何德茂突然离开了何列家 到七十里之外的明元寺出家了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忍急挨饿 跑到寺庙出家 在明元寺当了一名行童 行童就是供寺院议室的小和尚 在寺院里面打杂 听师父使唤 实际上就是寄身在寺院做一个杂役 长大之后 在诵经礼佛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在宋代当个和尚这么容易吗 家里生活不下去 就去当和尚 那至少当和尚生活有保障啊 这就错了 其实在宋代进入寺院当和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宋代对僧人和寺庙 有严格的管理 宋会要及搞道师二之一记载 凡同行得度为杀弥者 每岁与诞生节开谈寿戒 这说明啊 形同要想称为杀弥 也就是正式的和尚 必须要寿戒 而寿戒的这个程序呢 是国家控制的 控制寿戒主要靠杜碟 按照白文顾先生的研究 杜碟是严肃杜制度的产物 它的作用在于控制 杜僧还节 主要是为了防止 俗民随意的替度出家 而流入寺院 所以对僧人来说 杜碟是合法替度的证明书 对于这个没受戒 没取得杜碟的小和尚来说 虽然剃了发 也就是寺庙里的奴仆 杂役 身份很低 寺庙里的和尚 如果不能取得杜碟 受戒 就意味着 他无法取得合法的僧人身份 不能享有僧人的权利 比如说免除赋税 姚役等等 而且呢 形同是要作为奴婢来对待的 一般的平民子弟 不到万不得已 谁也不愿意去寺庙做形同 那么何德茂之所以 会到寺庙做和尚 肯定是万般无奈的选择 何德茂在父母和爷爷相继去世后 跟着叔叔和猎一起生活 可他在叔叔家仅仅待了两年 却离开何家进入寺庙当起了和尚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顿入空门 应该是万般无奈的选择 那么他在叔叔和猎家生活的两年时间 发生了什么 出家十几年后 何德茂为何还要还俗回到何家 夺回属于他的家产 他离家时叔叔和猎还没有子嗣 此时回来何德茂又将面临何家 怎样复杂的家庭关系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大宋起案 僧人还俗争家产上级 按照一般的常理来判断 十二岁的何德茂进入何猎家 肯定是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到了叔叔家 跟叔叔一起生活 如果是个好叔叔 他能做到事如己出 教育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即便做不到事如己出 那也得把孩子拉扯大 但是如果遇到撕心重的叔叔就不行了 因为侄儿虽然是近亲属 但毕竟不同于自己亲生的孩子 侄儿还要和叔叔有利益冲突呢 因为在家产的继承和分配中 两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啊 何德茂继承的份额和何列继承的份额一样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大中去世后 何家的家产的继承人 实际上就剩下了大房和三房 大房现在只剩下何德茂 三房是何列 如果没有何德茂 何列就可以继承何家全部的家产 所以你看 两个人虽然是输职 但是实际上在家产的继承中 存在着竞争关系 现在何德茂还需要何列的抚养照顾 何列只要有私心 就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 做出对何德茂不利的事情来 因为何德茂毕竟只是个孩子啊 更何况当时何列家也很复杂 何列娶妻 但是没有生子 他小儿子都小疯了 还有纳妾的打算 所以何列显然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家产 现在何德茂跟着他生活 自己没有儿子 那将来何德茂长大之后 就可以继承自己的家产啊 那么整个老何家的财产就全归了何德茂了 所以何列对于何德茂的态度 就可想而知 就在何德茂的爷爷何南夫去世两年后 何德茂愤然地离开了何列家 薛发为僧 薛发为僧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陈元已断 和原来的亲属断绝关系 何家等于没有这个人了 对于家族来说 大房何点这一支就绝后了 没有人在继承香火 传宗接代 何点这一房的家产 就是互决财产了 加上何大中 何家两门互决 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所以爷爷何南夫在临死之际 本来是将何德茂托付给何列的 叮嘱他 一定要善待德茂 把他养大 继承大哥何点的后四 但是家族的不幸 却是何列的姓氏 那两门的互决 恰恰可以把家财 都汇聚到他自己手中 所以何德茂离家出走 可能正和他一 以后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 经营家产 然后再生儿子继承家业 可是让何列没有想到的是 他一直没有养育儿子 何列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婆 紧紧地盯着何列 绝不允许他纳妾 何列慢慢地年纪就大了 生子 眼看是没有希望了 这个时候 他想起当年何德茂 才有些后悔 但是没有办法 何德茂已经离家出走了 不知道是死是活 但是也得立四啊 不然整个何家就变成了 互决之家了 怎么办 同宗没有侄子 只有找外姓 何列就抱养了一个 叫他起孙的男孩 作为养子 养在家中 而妻子有了养子呢 就慢慢地放松了 对何列的控制和约束 何列终于找了个机会 纳了个小妾 纳妾之后 很多年也没有生育 就在何列 风竹残年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他的小妾怀孕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生下一个男孩 这可真是老来得子啊 取名是吴老 何列这时候高兴就甭提了 高兴归高兴 可是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 养子和亲生子的关系 如何处理 要知道养子在先 一直被妻子妙视 养在膝下 而何列的小妾生的这个孩子 他虽然是何列的亲生儿子 但是是庶子 接下来 谁来继承宗挑 如何分家就成了个问题 何列的年龄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就到了 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就在何列家 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他的侄子 离家出走十几年的何德茂 回来了 那么何德茂 怎么就突然回到了何家呢 他回家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啊 何德茂刚到寺里的时候 才十四岁 属于四庙里的形同 就是庙里打杂的小和尚 实际上就是仆人 在寺里面 砍柴 挑水 烧火做饭 种田洗衣 什么活都得干 慢慢何德茂就长大了 变成了个成年的和尚了 他也懂得很多事理了 身体也强壮了 不断的有人和他 谈起他的身世 就问他 何德茂出家的时候 已经懂事了 他知道自己 为什么来的名媛寺 他和别人 谈起往事的时候 就说啊 当年 叔叔 沈子 欺负自己的事 原来啊 十二岁的何德茂 进了何列家 受到何列和他家人的 白眼和冷遇 沈子妙事 经常打骂 叔叔何列 也是不闻不问 放纵家人 凌辱何德茂 十二岁的何德茂啊 孤苦无依 感觉何家再也不是 他的容身之所 无奈之下 才选择了出家 在寺庙中 当了个小小的行童 现在他长大了 越想越觉得心不甘 凭什么 凭什么 我要被逼出家呢 我还有一份产业呢 现在我出家了 他们把我的财产 给吞了 他们打我 骂我 逼我出家 不就是为了 谋取我的这份家产吗 我就不能让他们得逞 何德茂越想越生气 这件事情啊 慢慢就成了他的心病 作为一个和尚 对叔叔当年的虐待 愤愤不平 还挂念着家里的家产 想着继承何家的香火 这就没有办法做到六根清净 受戒成僧人 所以在四里生活了十几年之后 正值壮年的何德茂 就回到了何家村 何德茂出家十几年后 重新回到何家 对于归来的侄子 何列新存 愧疚 一改当年的冷漠 将侄子何德茂 带回家 何德茂是何家名正言顺的 掌房继承人 何列自然应当归还 本属于何德茂的房屋和土地 可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何列 却做不到 这是为什么 何德茂最终把叔母妙氏 和堂兄弟告到县衙 告他们霸占自己的家产 双方当堂对质时 妙氏又是怎样一番说辞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打宋起案 僧人还俗 争家产 上级 何列见到这个侄儿 白敢交集 当年 想方设法 把他赶走 终于独罢了何家的家产 但是心里头 终归是有愧 特别是想到自己的父亲 何南夫 临终前的嘱托 和早年去世的哥哥嫂嫂 也感觉着事情办得亏心 把14岁的侄儿逼走 即使霸占了所有的家产 也没有得到 他想要的快乐 特别是家里迟迟不添丁 还要抱养异姓子 将何家的财产拱手让给了外人 何列心里也觉得不甘 现在侄儿回来了 于行于礼 也不能拒之门外 所以就将何德茂领回家中 既然回来了 那就得安顿他呀 何德茂在何家 是名正言顺的 掌房的继承人 现在何列还占着人家财产呢 按照法律规定 何列就应当把本来属于 何德茂的房屋还给他 本来属于何德茂的田地 还得交给他去耕种 可是何列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何列的家人不同意 他的妻子妙是非常强悍 当年就是他主张把何德茂赶走的 现在 看见长大成人的何德茂回来了 那哪有好脸色给他 一听说何列 要给何德茂分房子分田 妙是怒火万丈 对着何列大吼大叫 坚决不同意 何德茂也非常恼火 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可是霸占自己财产的人 就是赖着不还 本来啊 想立即翻脸 可是叔叔何列找到他 给他说了一番话 让何德茂隐忍了下来 何列说 叔叔已经快不行了 现在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估计来日无多了 家里面现在是一团乱麻 有养子 有亲生子 养子年轻力壮 但是不是何家的儿郎 吴老刀是何家的骨肉 但是年龄太小 还是个妾生子 不受主母的待见 现在 你的家产 叔叔是没有精力给你分了 分家稀产 会遭到全家老小的一致反对 那么叔叔根本就活不下去 孩子 你这个财产啊 你的就是你的 分家的官书都在这儿 官书是什么 官书就是 分家的时候 各房分得财产的书面契约 包括 分家说明 财产分隔的详细情况 和财产清单 参与分家的当事人 见证人都在上面签字 还有官方确认 分家内容的印章 所以官书不仅是分家的契约 还是分家后 各房 持有财产的权力凭证 何列给何德茂说 咱们分家的财产 官书上记载的清清楚楚 你也根本不用争 一看就知道 哪些是属于你的财产 你现在不要打官司 你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你等到我死了之后 告上官府 让官府为你做主 把家产给你要过来 可怜你叔父 现在已经是封竹残年 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你就可怜可怜你叔叔 忍耐到我死之后吧 何德茂就看叔叔实在可怜 就不忍心再折腾了 就忍着 等待着 过了不久 何列就去世了 何德茂就去跟妙氏 讨要自己的房屋和田产 被妙氏断然拒绝 而且大骂他白眼狼 叔叔刚过世 尸骨未寒 就过来争夺家产 完全不顾叔侄情义 这下可怕 何德茂气坏了 真是岂有此理 霸占我的家产 把我逼得出家当和尚 现在还反过来指责我 真是恶人先告状 我这次 还非要讨个说法不可了 于是何德茂就准备了状旨 到常山县去告状 要求叔母妙氏 将霸占自己的田产房屋归还 要求重新分家 请求知仙大人 为他做主 这时啊 何德茂已经留起了长发 穿上了普通人穿的衣服 俨然是一个年轻的后生 当时审判此案的法官 正是翁府翁浩唐 翁府自景山 浩浩唐 福建崇安人 现在的吴一山市 礼学家学渊源深厚 父亲叫翁毅 是朱熹的弟子蔡元定的门生 所以相当于是朱熹的三传弟子 翁府的父亲翁毅本人 前行研究礼学 翁府呢 深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接受礼学的熏陶 因为翁府深受礼学思想的影响 所以在他的判刺中出现大量的运用礼学思想 来审理案件的实践 将礼学思想和司法实践相结合 翁府做得非常出色 现在翁府正在渠州长山县任直县 他看到何德茂的壮旨啊 就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家务事 不仅有何家分家稀产的纠纷 还有僧人还俗引起的伦理关系 法律关系的变化 所以在问案之前 必须要查明事实 辨别是非 何德茂状告的是自己的叔母 还有唐兄弟霸占自己的家产 那就需要将被告也传到县衙 双方当面对峙吧 妙氏就带着他的养子上堂来了 一见直线的面 就指责何德茂忘恩负义 这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 妙氏说 何德茂从小父母双亡 十二岁就进入自己家 由何烈和他抚养 何烈悉心教导他 无奈何德茂过于顽劣 不服管教 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自己跑到山里去当和尚 长大了又回到何家 何烈和自己好心好意 把他迎回家 悉心照顾 结果何德茂又闹着分家 这一闹不当紧 把叔叔何烈给气死了 自己又恶人先告状 反过来状告叔母 霸占他的家产 作为侄子 不服管教 任意妄为 十四岁 抛家舍业去出家 长大之后 又不思报答养育之恩 回来争夺家产 还气死了叔叔 作为一个和尚 六根不尽 作为一个侄子 忘恩负义 所以请求支县大人 将这样的小人 严惩不殆 公府一看 这个案子真是太热闹了 有僧有俗 有男有女 有养子 有亲子 有侄子 家庭关系非常复杂 那么继承问题 相应的也就非常的复杂 僧人还俗 还有没有继承权 从何处继承 继承的范围又有多大 现存的家产如果经过了流转 又该怎么办 现在占有的财产 占有人拒不交出财产 又该怎么办 所以本案的关键还在于 这个案件 家产纠纷 形成的时间长 从何南夫去世算起 已经十几年了 从何点夫妇去世算起 时间更长 二十多年了 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事情还能查清楚吗 家务事家务事 很多事情都发生在非常封闭隐秘的空间内 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循 单凭当事人的陈述 能查明案件事实吗 如此复杂疑难的案件 翁府怎样调分履息 解决这一桩僧人还俗继承案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这桩家产纠纷案 形成时间长 继承关系复杂 而且还涉及到何德茂的身份 是僧是俗的问题 断案支线翁府 是如何理清头绪 解决这场争产风波的 下期播出 大宋起案 僧人还俗 争家产 下集